又來跟林老師開箱輪車的時候 這次要介紹的輪車 就是祈禦縣致富非常有名的輪車 因為孤立不長 來回只要八八三 非常適合全家庭做回來的輪車 古早的四百九 這個輪車有一個特別的地方 非常受到困難的家裡 因為山頂還有一個小型的動物 這個動物要另外一項錢 有的人會在這裡留念回家裡 天氣若燒熱 建議替他提出一個牌子 待會你就知道 這個輪車已經是老高等了 非常有興奮的家庭 這台叫做高山河 說出他的婚姿 你的兒子 他做你的阿爸或阿嬤都有可能 交給35年的輪車跟走你 民國49年 六十三歲 可以坐五十歲 坐十六 站在三十 八站的官党 沒有到三百公司 但是有一定的當党 三十分精度會被塞在山頂上 到這個時候 生理非常好 何不另外也是庭幕了 能領大 雖然在市場 很悠久 但是讓人家覺得很專業 這台輪車的高棟 越看越感覺 這台老高棟輪車 這台老高棟輪車 裡面不冷氣 我看他在路口處的分配信 林老師咧 大家拚死拚死拚了 真的有燙火爐 我告訴他他問是可以打開 在八站的時候空氣流動 這麼沒整個車燙 燙過燙熱 林老師主動報告是為台灣來的 主要是要跟車車說 我們台灣人是非常高於日本來出頭 是是是 因為車可以救渡出去 所以我就把我的車車拿到他們外面 這樣就可以吸到他們外面 我們在八站的時候 特別有的民 說真的都是車 都是車 聽說車天來的時候 這個風雨很漂亮 不然就是在冬天的時候來的 春天跟夏天這個期間 燙車看出去的雙鏡 比較比較偏向這個 穿的順順一片比較沒有色彩的風雨 因為八站有三四分鐘的時間 所以林老師稍微快轉一下 對面來的一台 坐燙車其中一個趣味 就是燙車燙車的時候 有一種無名的感動 可以形象 運行中燙車燙車 如果像看不到可以走下去的步道 單程是不算 這已經是第五季 日本開箱燙車燙車了 因為你還是衝不起來 過程 經營YouTuber的燙車真的不簡單 有時候燙車太多了 但是有時候燙車就是沒人看 應該是風格的問題 夠了夠了 大家可以路線啊 究竟山頂有什麼風景啊 我們來看看 我們來看看這位觀光客 我們來看看 我們來看看 每一個人都期待 究竟山頂有什麼風景 山頂山頭前的火鍋 給大家看看 沒有自動販賣機啊 還有旁邊 藍杆的地方 有的可以錄錢 可以看 他們的夢想走 燙車立場啊 這個世界有鐵路味 有飛機味 為什麼就不可以有藍車味啊 紅仔看 是不是吃不吃人 因為山頂的關係啊 所以五月杜鑽才有開啊 五月來欣賞杜鑽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整理得很好 來到一個樓梯有兩個指標 這個是東門 另外一個山頂的神色 你看杜鑽這麼漂亮 我今天冰淇淋吃兩個人 真的嗎 嗯 山頂的神色還有小賣店小小的 保備平安的地方 修好新車兩邊的酒酒 先隔 又先隔離 山頂粉朵鑽很爽快 從頭前走 就能看到山頂看到樓梯的風景 遠度都有指標 不用煩惱減到路 指標的指出山頂的方向啊 我們由這個方向到驚渡去啊 快轉一下 五幾分鐘的路頂啊 走到山頂房啊 一間日本的小學生啊 在那裡歡喜的協團體照啊 想到我已經小學校的時候 老師不要帶我們出來交友啊 時間過得很快 準備路山啊 六十三回阿公行的燃車 一路上給很多世代的觀光客 完完的回憶啊 我們那就是奇遇線支付室啊 燃車休閃車時尊的美景 驚渡沒想走走的 所以遠度好好享受風景啊 但是大家覺得這隻路好 哪個事有更好意見 也可以提供給您老師來參考 燃車漸漸賣九十 再會您來觀光客 親愛的粉絲拜託你 道頂的粉絲按讚賣 不管是幼稚還是樂觀 Youtube的音頻也是自己來聽 萬良不好的您老師 等我又少年趕緊來打拼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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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